你今天吃那么多了 然后你吃了 坐在那边坐这边吃点 哈哈哈哈 还有那个豬肉 分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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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丸就要分了哦 那是怎么样分法呢 这个按每一户这样 看头目平民 头目比较大 啊 啊 啊 平民的比较小 啊 头目会多一点是吧 对对对 那排鬼是头目的 哦 这个啊 是要留给他的是吧 没有我要杀的 哈哈 你还要杀 那个还要处理 还要处理 还要处理 那这个这个分多少 是随意还是 是要看我们这边的人 这边的人数 有用称来称吗 没有没有没有 大概就好了 大概 因为这个不是卖给 对对对对 是我们大家吃的 是是那大概是 会分到多少斤 一斤半 一斤半 一户 一个人一斤半 一个人一斤半 对不是一户 不是一户 发现在这边的人 没有来的啊 没有参加的 还在外面上班的就没有 对 那你在这边的就 有在这里住的 对对 有在这里住的 对对 如果外面住的就没有 没有啊 那你请外面的 他又来这边帮忙 是是是 那我们现在这个杀猪的仪式 是我们是原住民的那个文化 是一个怎么样的文化呢 啊对 我们像我们春运 啊就是要玩啊 跑步啊 排酒啊 累累啊 还有踩那些 我们杀的猪啊 啊 是这样的 是我们原住民的那个 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一个情况 是我们封年祭嘛 就是封年祭 封年祭 封年祭 封年祭的话呢 然后呃 这一个杀猪的形式是封年祭的开始 没有错 是不是 然后呢 所以要意思是说 我们一起分享这个丰收啊 对对对对对 啊 这个这个习俗已经有多久了 我那个老祖宗 我还没有生出来就有啊 那肯定了 那老祖宗的 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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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一直下来就有 是 那么 这个猪肉的话呢 是哪里 这条猪 这是自己养 自己养的 我们这边猪庄里面的 哦 这里人养的 对对对对 哇那这个猪肉好吃啊 这个不是吃飼料的 对啊 不吃飼料的哦 是那个烧水的 烧水的 你吃番薯叶啊 什么的吃 哈哈哈 好啦谢谢 好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哇 这个是 大家看到啊 我刚才认为这位先生呢 这个是他们的 土猪肉来的 土猪 因为呢 迟离了呢 他们杀猪的过程呢 就没有看到 不过呢 都好 实在是太血腥了 没有看到 但是呢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 就是他们在处理着 一些 啊 猪肠 处理猪肠 处理猪肠 这个猪肠 这个猪肠 这个猪肠会怎么样分啊 这个 这个猪肠会怎么样分啊 这个猪肠会怎么样分啊 这个猪肠会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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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吃啊 人两个猪肠 哦 他们帮忙 哎 你怎么说讲台语的呢 啊 最好 哈哈哈哈 自己处理的事情 当然自己 你会讲台语呢 为什么 没有啦 我只不过是随便 随便讲一讲台语 哈哈哈哈 你好厉害哦 还会讲台语哦 你你你是 你是 你是这边的人 这个 呃 你们是 这个 呃 山地村 山地村嘛 这里是 对 你 你也是台湾族的吗 对 哦 他是台湾的 但是我看他的样子 有一点点那个 汉人的血统 有吗 对 是不是 你是有 汉人血统 应该说 对啊 对啊 呃 哈哈 因为我知道 你们这里有 有不少那个 就是以前的 外省人的 后代啊 有 对 有不少 外 有 不少 第二代 第三代啊 这样 甚至 第四代 我们看到他们这里 在这里 分腸 就是工作人员 分猪腸 工作人员 自己吃的 我们刚才看到 就是说 这里是 有一些 他们叫做 内省人的 厚度 嗯 这位先生呢 就有点像了 你看他的样子 真的不是好像 呃 完全的 呃 呃 呃 不是完全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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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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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报导你们的 这个杀猪的情况 给我们在 台湾的香港朋友 认识 以后 有机会来这里 旅游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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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是是 我很幸运 哈哈哈 刚刚好 遇到你们一年一度的 这个庆典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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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猪头啊 呃 这个猪头是怎么样来分的呢 这个猪头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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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头怎么样分啊 这个猪头啊 分给谁啊 这个猪头啊 猪头吗 大家分 哦 这个是要煮汤的 哦 用来煮汤 要煮汤 哇 那这个皮 是 要切一切 然后做那个 奇纳乌 哈哈 什么叫奇纳乌啊 是我们原住民的一个美食 叫奇纳乌 哦 那是怎么样做法的呢 哦 那个是用叶子 假装 就是用那个假装 呃 呃 打米乳 去包 它是一种叶子 哦 叶子是植物 那个是树上面的吗 树上面的 健康叶 呃 很大块吗 那个叶子 当然很大块啊 哦 但是 那个叶子能吃吗 在哪里 当然可以吃 叶子也能吃的 在里面 哦 这个 对对对对 哦 这种叶子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什么味道呢 有香味吗 这个 你闻看看嘛 你闻看看 有香味吗 诶 还好清香 很清香 这个可以 用这个包 之后用这个去捆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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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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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 水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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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蒸的哦 用水煮 用水煮 哦 这样 挺好玩哦 用这个叶子来煲 煲那个猪头肉 猪头肉哦 煲猪头肉 猪头肉 猪肉 还有 还有 还要放那个 芋头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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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那很香哦 芋头粉跟这个 芋头粉跟这个 芋头粉 要有芋头粉才行 嗯 还要 摘在一起 然后包起来 用那个 用这个叶子 嗯 还有绳子 整整把它绑起来 用好了 摘在一起 是 对 是 就好了 就在吃了 这位婆婆 你有那个 呃 平地人 就是那个 外省人的血统吗 我吗 对啊 有吗 没有 原住民 我是原住民 你王船是原住民吗 王船是排万族 我是排万族 是没有 没有汉人的血统 没有没有 我是排万族 原住民 原住民 哈哈哈哈 好吧 好啊 谢谢你接受访问哦 然后呢 这个 呃 哇 这里可以做很多粪哦 这个叶子很多 呃 这个要 真 要 呃 煮多久时间啊 这个大概要煮多久 多久 呃 我没有看看 开了以后 我们就摸那个叶子 嗯 煮好了 嗯 煮好了 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差不多了 哦 开了以后 就很快就可以 嗯 煮熟了 煮熟了就可以拿下来 嗯 嗯 那是什么味道的呢 嗯 很好吃 很好吃 哈哈哈 不知道我 有没有机会 品尝一点点就好了 哈哈哈 品尝一下 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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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很慈祥的 婆婆 哈哈哈 拜拜 拜拜 嗯 啊 猪脚猪脚 哇 这多 多 多的这么 多 一块块好大块哦 对啊 呃 这个猪脚是怎么样做呢 打算啊 做汤 做汤啊 猪脚排骨 谁叫素豆啊 素豆啊 素豆啊 素豆是一个植物啊 类似花生那种 豆 哦 是豆类 哦 用那个豆来煮汤 煮汤 你知道我们 我们广东啊 香港那边啊 会用黄豆 哎 我们就是类似黄豆那种 小小颗的 是我们 台灣组跟鲁凯楚 的 特厂啊 对对对 那个豆是你们这里的特厂吗 对对对对 哦 那你用回你们自己的原始原始的这个材料 对对对 我们在地产的啦 啊这个 这个做法应该很久历史了 哦 哦,当然当然,有的现在是用那个生姜 生姜,酥豆,还有排骨,猪脚,白骨汤,素豆 有没有啊,这里有没有 有没有可以看得见,在那边,厨房那边 现在正在泡水,东黄豆要先泡水 可以带我看一下吗? 诶,问那个老板,老板在那边带红豆腐 好,行,谢谢 哎呀,很高兴很高兴 你好啊,老板,请问那个素豆在哪里啊,素豆 素豆,让我们看看那个样子 哦,跟黄豆很像哦 哦,其实这个不是黄豆吗 是素豆 素豆跟黄豆很像哦 哦,什么东西 跟黄豆基本上 基本上跟黄豆一模一样啊 跟我们说的黄豆差不多一模一样啊 哦,这个煮猪脚最好吃了 我们香港啊,广东那边都是用这个来煮的 哦,煮出来 是是,煮出来很好吃 哎呀,你很忙啊 今天最忙的啦 哎呀,他好忙好忙的嘛 不要打扰他 今天呢,他们在这里煮食的 哇,用柴来烧哦 其实是用木材,用木材来烧的哦 对,用木材 哇,那更好吃的 嗯 哇,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 用木材来烧的 哦,猪脚煮黄豆啊 他们这里的名字叫薯豆的 不是叫黄豆,叫薯豆 哇,用木材来烧,哇,更加好吃的 哇,这里今天呢 全世界都这么忙的啦 那是只有我最有空 哇,哇,在这里切猪耳 猪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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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啦,不要放在这边 因为那个是拿掉的 对,那个 那个 那个,他的干嘛不要啦 你也是拿掉 拿掉啦,不要啦 嗯,猪脚呢,他们会会 剥多些毛的 去毛,帮猪脚剃毛 嗯 帮猪脚剃毛 啊,去骨头 啊,去皮 去皮,去毛 啊,就肉不去 肉去到自己的肚子里边去 嗯 哎呦,哇 香港有吃药吗 香港啊,香港也吃猪肉的啊 是哦 也吃猪肉的 这个猪肉是 香港有没有原住民 香港啊,香港也有 也有它在这个 一个地方是新界啊 新界的地方 是哦 以前也有种田的啊 原住民,你们说的原住民 我们那边叫原居民 叫原居民 他们也是有那个种田 以前也有种田 那到后面发财以后就很少种田了 他们都不种田 哇 都叫做什么 做什么 他们要么就是 呃 到 市里边工作啦 要么就是那个自己做生意啊 哦 还有投资啦 买股票啦 炒股票啦 投资啦 这样那样啦 有了钱 他们就可以干很多事了 没有,我要给那个多个 难怪香港真的是有钱人 是是是 你你想想吧 明明香港是赌神 有出名的 哈哈哈哈 赌神啊 赌神 你看的周润发的电影多了 是吧 赌神 哈哈哈 我最后都是喜欢看那个美女 我没有看那个 我没有看 你们台湾有很多美女啊 老一辈的年轻侠啊 你不要看我的原住民 我其实比较好你 啊 都是很硬的想法 你说原住民什么 哈哈 两位稍微美女好了吗 真感谢你 你能够 呃 没有啦 我我我我真的很幸运啊 又可以遇到你们这个 你是这辈子吗 还是你 啊 独家访问的 是我独家的 独家访问的 独家访问 你会赚死 是是是 就我独家 没有别的人 有了 赚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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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独家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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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就差不多全部都做完了 是啊 是啊 他们在这儿等待呢 一会煮完之后呢 就有 战利品 虽然很可惜 看不到他们杀猪的场景啦 不过呢 亦都可以看到他们制作食物的过程的 也挺好 看到了 流口水啊 待會他們會做出來,到時呢 你好,台灣煮的美女 大家都好忙啊 這裡仍然繼續在分豬肉 有點像香港的太公分豬肉 元朗的太公分豬肉 我們香港的鄉村也有這種分豬肉的習慣 你們也有這樣的文化嗎 我們叫太公分豬肉 太公分豬肉 太公就是阿公的阿公 他們叫太公分豬肉 有這樣的殺豬分豬肉的習慣 那不就等於我們的什麼祖先分豬肉那樣 對啊,其實很多人類的文化很多都是通的 因為大家都是從農業思惠走過來嘛 所以的話都是很相近的東西 在文化上有很多相近的素 很多相近的地方 都要人類拍攝 你好,你好,視影大師 你好 請問你們到處拍嗎? 我是部落的人 你記錄過程是吧 是的 真好,真好 還有一些無落的朋友在這裡記錄這個過程 記錄過程 記錄他們殺豬的過程 快點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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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的樣子 拍攝了大師 再拍這個婆婆 還有拍一個婆婆 我拍了沙豬的過程 他在拍我拍他 他在拍這個沙豬腳 你會把所有的 你們不是有四個地方 是吧 對對對 然後你把所有的地方都給拍下來 是 用來做紀念嗎 給他們做個紀錄 做紀錄 嗯 好 他在這裡到處拍 因為他們有四攤 四個地方殺豬 我現在只是來一個地方 因為他們分得有點散 所以就集中在一個地方拍 你這個鏡頭好厲害哦 你這個鏡頭啊 專業 專業鏡頭 一千六耶 沒有了 專業鏡頭 專業鏡頭 我們要喝四個 我們要不要動 不是 習慣了啦 這樣會習慣 還要站出一頂 嘿嘿嘿 不是這樣哦 對了 快樂 好 好玩 非常好玩 我也没有喝过他一瓶啤酒 哇 所以要你一瓶声 然后呢 放在一瓶子里 我想请教一下 你们杀猪的整个过程 是要先放血吗 杀猪的时候 是要先把猪的血放掉吗 要放血 先放血 没有放血的话 非洲不客 因为他那个血会在那个肉 脏在肉里面 肉会不好吃 你一定要放血 那你整个过程因为我来起来 所以没看到 可以帮我们讲述一下整个过程吗 猪从你们这里的人的家里面拉过来 拉过来之后呢 先去抓 先去抓 然后呢 然后再 第一步是怎么样做 第一步 抓回来之后 再烧开水 烧开水 烧开水 在开水滚了之后 我们才准备 找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 先放血 放血放完之后 再用刀子 或用汤匙 慢慢把那个毛饼刮掉 刮完之后 刮什么 刮毛 比如说像猪身上的 刮毛 刮毛 对 像这个都会把它刮掉 原先都是这样 那最后 割完车就变成这样 没有毛了 白白的 就没有毛了 然后呢 然后 然后 就开始 大概就进行分解 进行猪肌的分解 有些内脏 是 放血是 杀死以后 放还是 杀之前放 哦 杀之前 同时同时做 同时做 就放完血之后 它才会死亡 对对对 那这个 从杀它到 放完血 死亡这个时间大概 大概要多久 大概十几分钟 哇 它能挺十几分钟啊 对 它能挺十几分钟 哇 厉害厉害 放完之后 它才会自然死亡 哇 我们人来 捅一刀就死了 哦 它可以撑十分钟 哇 实在太厉害 实在太厉害 这个猪的生命力 比人还要坚强 对啊 很坚强很坚强 实在太佩服了 哈哈哈 哎呀 十几分钟才死 对 哇 那 那比牛可能还厉害呢 啊 牛有那么快吗 像比较慢吧 你们有看过杀牛吗 没有没有 没有 我们这边都是杀猪 嗯 嗯 呃 主食是猪肉 对 主食猪肉 就是你们这个 因为做农的哦 大家都不吃 不吃牛 嗯 它是猪比较习惯的 嗯嗯嗯嗯嗯 原住民 其实台湾的原住民 大部分他们的主食都是猪哦 大部分都猪 都是猪 都是猪哦 少吃牛 嗯嗯嗯 就是农民的习惯啊 对对 像他们就看到牛 就会流眼泪 看不到牛了 哈哈哈 他们老一杯的看到牛 都会流眼泪 是这样吗 哈哈哈 因为这边没有牛啦 有感情 对牛有感情 对对对 他们会跟座啊 对 跟座 然后还会听话了 对哦 那牛这个聪明 呃跟狗比的话 你认为呢 哪一个聪明一点啊 牛跟狗比的话呢 牛的聪明度是 跟狗有的比吗 有 他说 他说牛比较聪明 还比较聪明啊 对 他更懂人 更懂人性啊 对对 哦 哦 哇 可能是他跟人相处的多了 狗不会工作啊 哈哈哈 狗只会吃什么意思啊 有啊 狗会守门口啊 只会吃 会咬 咬人 啊 会咬人 牛 牛不会攻击人吗 牛 水牛 水牛是完全不会攻击人吗 牛的大便可以做肥啊 对对对对 狗的大便不能做肥 啊 是是是 牛的用途比较多 对对 贡献比较大 对对 是吧 以你们作为 前农民啊 前农民啊 现在已经不是农民了 前农民 呃 认为这个 牛的贡献更大 我们也使用过牛啊 所以我们不知道 有什么啊 牛我们都使用过 以前就是靠牛才知道 对对对 所以你们完全不吃牛 我们才知道有钱 是是 所以很感激他们哦 你会乱点 会爬点 会拉牛车 嗯 嗯 会拉东西 拉木马 会拉东西 对 嗯 只会叫 只会 哦 哈哈 以前我的牛哦 我不牵他的绳子 我要理天哦 他自动 我给他挂那个啊 啊 那个担子 他就知道 挂什么 挂那个啊 古达 哦 啊 不是叫古达吗 那个 哦 啊 然后呢 给他挂那个时候 他就知道 要做什么了 哦 把他 你把他挂上去的时候 他就知道 你要去 他去跟座啊 要去什么了 是不是 他要做什么 要离什么 要种什么 大家都知道 离什么 种什么都知道 要种什么食物 哦 哦 我们要怎么去 小孩子 放牛的时候 都会起他的背上 嗯 知道 这个知道 所以放牛嘛 小孩子的时候去放牛嘛 小孩子 大人也可以起啊 都会起的 嗯 然后带枪 像以前那个什么 找那个动物啊 以前那个孩子 草很多啊 对 诶 因为草高嘛 是 所以 在牛的背上 好像是老大一样带枪 哇 哈哈 骑着牛去打猎啊 哈哈哈 有 哦 不只是 不只是印度 不只是 那里 牛也可以当做 我们的 聊万台啊 嗯 牛做聊万台 嗯 有 很好 很好 是是是 所以 我们都可以吃到野兔啊 山猪啊 对对 然后你们这个猪啊 你们是怎么样养的在这里 啊 就 我们不小心丢掉的他们就是要啊 对 为你们 你们这个 呃 就是烧水啦 吃完东西 对对对 人人人你们村民吃完的东西 会收集起来吗 嗯 收集起来这个 收水 都会收 收集起来给他们吃 对 是不是 那这里的话 养猪是每家每户有还是很少 嗯 也不一定啦 呃 有多少 比例吧 这个大概 几乎人家有 有养一头猪啊 以前几乎都是我讲难听一点 我们都 我们的份 就是给他吃的 是 家家户户都有 那现在呢 啊 呃 政府不必 为为了这个环境 对 不要不要这样养猪太多人 是 一定要去申请到 这个政府 嗯 所以我们才 一定要配合政府的规定 是是是 我们不会随便养 对对对 那就说 现在养猪的人不多 是不是 嗯 很少 很少啊 可是一定要经过政府的 批准 批准 哦 要审批的 所以要审批的 嗯 要申请 要申请 要申请的 哦 好好好 那我们了解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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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了解到啦 就是 现在呢 台湾 農民养猪呢 都要批准的 就不是说 家家户户想养 是 有得养的了 所以呢 现在这些土猪呢 是非常珍贵 土猪肉 是非常珍贵 好 好了 我们这条片呢 就差不多了 分享到这里为止 大家可以了解到呢 就是 这个 原住民 排湾族 排湾族 排湾族的原住民 他们 就是 对于牛的感情 和养猪的现在的实况 还有呢 就是他们的封棉制 今天是这个开始的 是连续有三天时间 今天呢 是2020年的8月12号 8月12号 他们会有8月12日 13日 14日 连续三天呢 都有很精彩的节目 包括呢 今天 杀猪呢 就是一个节目的开始 可以说是封棉制的 节目礼来的 节目礼 然后他们就会有 会有这个 体育竞技大赛 还有呢 就会有 唱歌表演 所以呢 我会是 留在这里呢 就去 继续去报导 追踪他们 这个封棉制的 全过程 多谢大家收看 这条片到这里为止 一定没有错过 大家 精彩节目 在后头啊